说起古天乐,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,作为一个影视巨星,他一门心思投身于慈善中,帮助了不少的贫困学生,为很多偏远的山区建学校,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古天乐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古天义,通过哥哥的帮助赚取了很多资产,挣到钱的他和哥哥抢着做慈善,两人就像商量好的一样,如今都还没有结婚,真的是为了做慈善而牺牲了自己啊。 古天乐出生在香港,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,母亲负责照看他和弟弟,弟弟比古天乐小几岁,但两人的颜值不相上下,兄弟俩从小感情就很好, 古天乐非常照顾自己的弟弟,小时候兄弟俩人非常的叛逆,十几岁就辍学,在社会上打拼,因为年少无知,走了很多弯路,因为交错朋友还曾被抓入狱,因此年纪轻轻的古天乐还在监狱里坐过几年牢。 其实古妈妈是一个要求比较严格的人,从小对兄弟二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,所以导致兄弟两人走上了叛逆的道路,兄弟两人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母亲的管束,才跑去社会闯荡。 古天乐出世后母亲也比较自责,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对,导致了兄弟二人的叛逆,为此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从那以后古妈妈对待两兄弟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严厉,出狱后古天乐断了之前所有的社交,变得更加成熟,也明白了父母的不意。 在一次偶然间古天乐进入娱乐圈,兵扬言要做出一番成就,也许,古天乐天生就是当演员的吧,进入娱乐圈没多久就有了一番成绩,因为射雕英雄传他一下子火了,名声也是越来越大,父母还有弟弟也都为他感到高兴,他也不再是之前那个不务正业的人了。 古天乐在忙事业的同时,对自己的父母也是非常的孝顺,自己挣到前后给父母买了一栋别墅,让父母过上了更好的生活,有成就后也不忘帮弟弟一把,如今古天乐在娱乐站稳了脚跟,而弟弟经商也很有潜力,想必他们的父母都非常的高兴,很多人都不知道古天乐有一个弟弟,而这个弟弟也和古天乐一样很低调,默默做慈善。 古天乐在公开场合也很少提及家庭,应该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不被打扰吧,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点赞留言。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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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